女强人很难有爱情与亲情 大部分都是自己做的 那就把店关了吧 我说过很多次了 这间店是你老爸留给我的 就算要饭我也不买 有空帮丽姐在你的店登个广告 有钱自己人赚 还是想让丽姐考虑清楚吧 我帮她考虑清楚了 你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 志强被吓得不敢自生 连忙埋下头说不识 妈妈再也忍不下去了 扎盘子发泄自己的不满 让家宝以后不要瞎管她的事情 一场中秋家宴不欢而散 这是志强接到父母催吃饭的电话 志强只能连忙带家宝去参加自己的家宴 结婚十年 家宝就没有给过公公婆婆一个好脸色 家宴也永远是安排在下半场 家宝脸色如常 仿佛说的不是自己一样 还好公公和志强都是好好先生性格 两人说像省事的一打一合 好不容易才缓和一点气氛 这时候同事刚好打电话过来说事情 他噼里啪啦把对方骂了一顿 弄得大家都是一阵的尴尬 家宝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是假言 急忙转身离开 眼看婆婆的脸色越来越不好 大家急忙缓和气氛说这就是女强人 果然英姿撒爽 志强看着外头接电话的妻子 这十年来该包容的 该哄的 该忍让的 她都一一接受 让两人成为大家眼中的模范夫妻 只是不知道下个十年又会是如何 回家的路上 家宝对不听话的母亲 不给好脸色的婆婆一阵抱怨 志强下意识沉默了 她张了张嘴想要解释 可最终还是选择了顺从家宝心意 为了讨好嫌弃她买不到车位 又只能爬楼梯的家宝 她露出了一个笑容 表示自己要被家宝回家 只不过就在下一刻 家宝却拒绝了她 你一会儿腿软把我摔下了 摔死我 家宝全程都是带着笑容说的 还让志强快点回家宝 看似玩笑之语 可是志强听出这是家宝对她的不信任 毕竟自己是被判过的人 家宝的父亲是一个渣男 从小就抛弃家宝母女三人 原生家庭的缺陷让家宝无比强势 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该自己决定 24岁那年和志强结婚 志强实在是受不了家宝的高压管理 加上25岁的叛逆和爱婉 没少和别的女人搞暧昧 6年前直接劈腿时牺牲琪 志强事后遗失到自己的过错 向家宝承认错误并愿意离婚 家宝面对这个事情很淡定 连琪琪的名字都没有追问 家宝理论上要么选择甩下她的离婚 要么忘记一切的开始 可是她都没有 因为她很爱志强 这个世上除了婆婆 没有一个女生敢说她比家宝更爱志强 可爱越深恨也就越深 家宝用一个残忍的方式报复了志强 并且还是不识拿那件事刺激志强 因为家宝不愿意离婚 而志强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便学着父亲的好好先生性格讨好家宝 因为父亲就是对母亲百依百胜 两人才恩爱了一辈子 每当志强竭尽全力的想治疗伤口 可家宝都会把血淋淋的伤口撕开 让愧疚与仇恨充斥在两人的生活 一点点的吞噬爱情 这天开房产中介公司的志强去买房子 意外遇到了当初的劈腿对象琪琪 故人重逢 自然少不了几分寒暄 聊天中 志强得知琪琪已经结婚了 还有了一个五岁大的女儿 至于她这一次回香港 则是帮丈夫公司找办公地点 得知这个消息 志强立马掏出了自己名片 还拍着胸脯保证 自己一定帮她找个好牢盘 尽管志强知道琪琪已经结婚 可是当琪琪离开的时候 她的眼神中还是充满了愧疚 背叛家宝的愧疚 那天晚上 她跟家宝提出去瑞士滑雪散心 而家宝也破天荒地答应下来了 因为闺蜜中午劝过她 家宝已经折磨志强十年了 不管志强是不是最有应得 家宝真的开心吗 其实家宝的选择一直都没有变 强迫自己忘记一切 重新开始 或者甩了志强的离婚 如果家宝想继续又忘不掉 自己可以帮忙把家宝打到失忆的 对志强的爱 让家宝选择强迫自己忘记一切 跟志强重新开始 家宝开始主动跟志强示好 并答应志强的瑞士滑雪要求 这让志强无比的高兴 第二天就跑到机场去订票 还买好顶级的滑雪套装 积极地准备着 可家宝晚上回到家告诉志强 老板准备和丈夫去瑞士滑雪 打算将婚庆公司交给自己管理一段时间 算是变相的升职 自己没有拒绝 所以想跟志强提出滑雪延期 可志强觉得家宝在吸耍汤 毕竟他们的感情起起伏伏 鬼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 两人因为这个事情开始吵起来 我出去跑步 为什么出去跑 家里有一部几万块的跑步机不用 跑步要在室外跑步机的流汗那才健康 不是像你那样开着空调 看着韩剧 抱着手机那样跑的 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 不说你矫情 我这样跑一样能流很多汗 很多是表面一样 但实质上不一样 算了 把这内部都不够 这件事归根到底 还是不信任重斥在他们的生活 其实滑雪改期不是什么大事 只不过他们一直压抑劈腿引发的各项矛盾 让种子生根发芽 最后什么事都变成大事了 志强出来跑步时 遇见练魔术的迷糊临时工欣星 还被他拉着陪练 欣星是从大度来帮亲戚代办一个月的 他的梦想是像母亲一样成为魔术师 目前魔术成功次数是零 欣星给志强表演自己心学的魔术 两三下就把自己困死在魔术环里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呢 你不如帮我报警吧 不是吧 这都要报警 志强看不下去了 三两下就帮欣星解开魔术环 还绣了一手魔术 让欣星看得目瞪口袋 当场就成为志强的小迷妹 发誓要跟志强一起学魔术 还邀请志强跟他组队 一起参加社区魔术赛 志强拒绝这个提议 他很好奇 欣星的天赋如此独特 为什么要成为魔术师呢 只是因为母亲也是一个魔术师 欣星表示不全是 他的母亲去世前身患重病 父亲让他拿着母亲的笔记练习魔术 留言给母亲看的打发时间 那时候他用魔术把母亲哄得很开心 所以自己也是很开心的 母亲去世时都是脸带笑意 虽然长大以后他发现母亲的笑容 其实只是因为自己每次都失败 可欣星还是很高兴 还是希望把魔术练下去 将那时的温暖延续下去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能带给人开心 这让志强若有所悟 人与人能成为一家人不容易 那份弥足珍贵的感情应该得到保护 于是他告诉欣星魔术环的诀窍 便跑去买家宝最喜欢的甜点了 家宝见状怒气也散了不少 觉得丈夫心里还是想着自己的 便也对志强续航问难起来 两人虽然嘴上没说 但是心里都在推远 但问题不解决 迎来的只会是更激烈的爆发 妹妹怀上了鬼火中年的孩子 还想和她结婚 你连自己都养不了 凭什么做爸爸呀 你们是不是疯了 到底有没有想清楚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跟我回家 几人在大街上拉拉扯扯起来 得到消息的妈妈也来了 家宝最初想要告诉妈妈这件事 可还没等他开口 就注意到了妈妈身旁的男人 妈妈介绍这个男人就是父亲祸害 他心里除了震惊外 就是无法控制的冤恨 家宝质问祸害为什么不回来 我不回来 是因为我老婆不让 我认识他的时候 就知道他有老 我不介意 那个时候 家宝恨不得问候祸害的十八代祖子 原来妈妈在祸害的眼里 只不过是个打伐时间的小三 可让家宝想不到的是 妈妈对此心甘情愿 甚至在他指责祸害的时候 妈妈还表示不让他管自己 家宝恕说自己多年的心酸 妈妈从小到大就没有管过他 功课不会自己做 生病了是邻居带他去医院 而妈妈总是用赚钱抚养姐妹俩 来掩饰自己各种各样的不作为 我要的是老妈 我要老妈疼我 你明不明白 家宝越说越气 让妹妹跟他走 离鬼活中年越远越好 可妹妹坚决不肯走 妈妈也站在妹妹这边 好啊 你长大 但是你结婚的每天 不要亲我 我不会去 家宝默气冲冲地走 志强急忙追出去安慰他 谁知家宝把猫头指向他 为什么从头到尾一声不吭 这是你们的家事 我怎么察觉 志强认为妹妹已经长大 有权利为自己的人生抉择 也该承担选择的代价 就因为是家人才需要管着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管着你很辛苦是不是 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是这样 说你几句就缩回去 跟你老爸一样 喂 你说我就算了 为什么要说我老爸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骂归骂 但是不要连家人一起骂 说错了吗 我说的是事实 夫妻两位自大吵一架 一个指责对方像个缩头乌龟 一个指责对方像个暴君 最后不婚而散 自从这天吵完架之后 夫妻来就陷入了冷战 谁也不愿意先向对方服人 只是不停地偷窥彼此在干嘛 他们明明互相爱着彼此 却不愿意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 这样的生活让人感到疲惫不堪 最关键的是两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昏了头 家宝答应帮被毁婚的客户 家宝拥有去欺骗他的父母 而志强也应对放鸽子的星星请求 作为旧场魔术式上台 在志强的帮助下 星星获得了街道魔术比赛冠军 虽然只是街道比赛的奖杯 但星星还是无比的高兴 他第一次展示了自己 赛后的夜晚 两人有说有笑地走在街上 星星神情娇羞地望着志强 眼神中充满了暧昧和崇拜 志强有些不知所措 可谁知就在下一刻 星星直接闭上眼吻了上去 干什么 亲娘 喜欢这吃肉 我没事的 你有事吗 我有老婆的 我知道 星星让志强请他吃饭吧 他明天就要去法国学魔术 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志强有些犹豫 但还是跟上星星的步伐 正巧被家宝遇见 家宝立马打电话给志强 问他在呢 和谁在一起 志强只是敷眼说刚下班 自己一个人准备回家 家宝愤怒地挂掉电话 而志强只是一个转身 志强也发现家宝身边 出现了一个陌生男人 想要打过去质问 没想到家宝直接挂了电话 回到家 两个人各怀心事 却都绝口不提 像往常一样抱着入睡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却似乎暗暗地为下一次 争吵积累素材 家宝从志强的行为中 寻找蛛丝马迹的追证 第二天 星星离开了这里 他并没有等志强来送他 他不想破坏志强的家庭 此时的志强正赶来送星星 却与他擦肩而过 他们注定五冤五分 而志强他们的矛盾 并没有随着星星的离开 再度折服起来 而是直接引爆了战争 这天志强去上厕所时 琪琪打来电话 家宝看到这个久违的名字 认为志强又背叛自己 于是等志强上完厕所 就故意笑着拿出手机说 自己找到了一篇文章 说老公出轨有五个特征 还有一条 就是有一次 或者多余一次的出轨经验 我觉得很准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点都不准 我上去了 谁是琪琪 客人 我就帮她找房子 客人的名字这么轻易 人家已经结婚了 女儿都五六岁了 结婚不代表你们没事啊 你师大姨妈快来 志强不相离会家宝 没想到家宝说起 几天前街上遇到的事情 志强也上头了 反问那天和家宝在一起的男人是谁 家宝表示只是一个客户而已 志强和星星怎么回事才最重要 这下志强终于忍不住委屈 歇斯底里地冲着家宝开了口 你们女人对自己 跟对别人永远都是双重标准的 你能单独跟人吃饭看电影 我就像个犯人一样 被你怀疑啊 黄先生 你别忘了 你有前科的 就是我以前错过一次 现在在你面前就像是狗一样 我是你老公 不是犯人 你是我老婆 不是法官 你能不能明白这一点呢 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声跟我说话 声音大不代表你对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现在是你错 不要抵赖 你的声音不大吗 你总是把你以前的事情拿出来说 没事就吵架 这人怎么在一起啊 不能在一起就离婚 黄志强我告诉你 十年前你骗不了我 十年后你一样骗不了我 我骗你是因为我爱你 要不然我怎么能忍十年呢 你们这脾气很好吗 我脾气不好 你忍得很辛苦是吗 那就离婚呢 夫妻两约吵欲裂 以至于家宝说出最残忍的秘密 为报复渣男的伤害自己 是脑残还是值得 十年前 你有机会做爸爸 但因为那时候你跟何小芬在一起 我很恨你 所以把孩子打掉 家宝表示不只是那一次 其实每一次他怀上孩子以后 都会把孩子打掉 以至不孕不育 他之所以不告诉志强 就是等到有一天一拍两散时 再告诉志强这个秘密 让志强悔恨一辈子 是他把这个家庭拆散 志强不相信眼前这个 跟自己朝夕相处十年的女人 以这样的方式来惩罚自己 志强看向家宝的眼神 充满了无尽的怨恨 而家宝也意识到自己过激了 留下悔恨的泪水 他们脑海里想起当初的结婚誓言 此刻听起来是那么的刺耳 空气里没有甜蜜 只有十年来累积的不满和种种造新事 因为爱而去选择了原谅 选择了忍受 选择了包容 选择了接受 选择了牺牲 选择了退步 可一旦察觉到对方不爱 或者自己不爱了 这些都变成了一个笑话 这次两人彻底的不说话 也不再见面 知道家宝的闺蜜患上了脑瘤 只有几个月的寿命了 才将两人联系在一起 他们来看望家宝闺蜜 闺蜜丈夫劝志强 还是找家宝和好吧 有些事情做错了 没有回头路的 他以前很喜欢一句话 升官发财私老婆 可真的等妻子患上脑瘤以后 他很后悔没有照顾好妻子 妻子一走 他没有了只爱的妻子 女儿也没有只爱的母亲 如果可以选 他情愿选择闺蜜背叛他一万次 也不愿意见到闺蜜 只有几个月可活 闺蜜丈夫哭得气不成声 志强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默默地看着他哭泣 与此同时 屋内的闺蜜正在给孩子准备衣服 从8岁准备到18岁 如果不是怕穿不了 他都想准备到80岁以后的 闺蜜又让家宝给他录像 他有很多话想对女儿说 看着闺蜜不断地交代一言 家宝哭得气不成声 明天何意外 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那些爱与恨随着人的逝去 再抓起来谈又有什么意义呢 几个月后 闺蜜带着对丈夫和女儿的思念 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亲眼目睹了这场生离死别 又得到好友的忠告后 两人虽然在冷战中 却对婚姻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会时时关注对方的朋友圈 这天志强在明天遇见父亲 心中顿时疑惑不已 母亲不是说父亲在加班开会吗 父亲表示母亲不喜欢他吃油腻的食物 自己只好借加班的偷偷跑出来吃了 志强说父亲也不是时时听从母亲的 父亲用过来人的经验告诉志强 婚姻中的男女都是神经病 但同时也应该是心理医生 神经病是因为没有人知道 他们想的是什么 另一半便是他们的心理医生 要照顾他们病情地顺从他们 但不能时时听从他们 因为顺从的本质是吃药治病 而不是助长他们的精神病 父亲这些年事是顺从母亲的心意 但私底下的娱乐方式也不少 来吃油腻的食物也是方式之一 志强这时才知父亲的顺从 其实是刚柔病计 与此同时 家宝的妹妹还是和鬼活中年结了婚 鬼活中年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情 不但剃掉长发 还解散了不冷不累的乐队 安安心心地找工作上班了 这让家宝意识到 原来每个人都是会变的 他们会变坏也会变好 志强并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 可能是怕见到家宝 他交往分子前后便打算前往瑞士 那是他和家宝的一个约定 哪怕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他也想去完成那个约定 谁知家宝居然和他有着一样的心思 两人在街角再次遇到 他们只是随便尬聊几句便等车 志强叫的司机打来电话 车因为故障还要一回才能来 志强表示自己会等他来的 这让家宝很好奇 志强说十年前他们婚后第一次吵架 他对刚刚的司机说 快送自己去找家宝 晚了家宝就要跟自己离婚 谁知司机仗义的一路加速超车 红灯都闯了两个送他见家宝 第二天司机还打电话问自己 有没有挽回家宝 志强表示已经挽回了 从那天起 志强就只坐司机的出租车 家宝的神思有些动容 聊着聊着就聊到刚认识的他们 进而聊到十年婚姻生活的风风雨雨 家宝的眼泪逐渐湿润起来 24岁的他们是无比的甜蜜 结果一个选择了背叛 一个选择打掉两人的孩子 他们都冲动过 如今也为自己的冲动买了蛋 家宝想离开这个伤心底 就在他转过身离开的时候 志强却突然喊住了家宝 试探着问家宝 能不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他们现在分开了另解新话 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 就算合适也是最初的两年合适 最后都是要慢慢磨合的 既然如此 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磨合呢 你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忘记以前的事 重新在一起 可以 为什么这么 就算不能把所有的事都忘掉 我们还可以接受 接受 还是忍受 忍受很辛苦 我爱你用诊说出来 很如意的 谁不会 但是我忍你 是要去做 每一段爱情都需要忍耐 还能忍受就是因为爱 我不知道可以忍到什么时候 那就试试忍无可忍再说 家宝转过身 他不知道自己是要接受还是忍受 是失望还是赌气 这次又会不会跟以前一样 可心里还是希望能挽回这段感情 他们彼此约定 谁的出租车先来 就谁来决定这段感情的去留 志强相信司机十年前给力 十年后一样给力 果不其然 志强的司机先来了 他们如愿一起去了瑞士 再度重归于好 三个月后 琪琪再度给志强打电话 却还是被家宝接到 琪琪打电话说自己骗了志强 他根本就没有结婚 琪琪这次回来是因为六年前 他和志强那次怀孕了 带着孩子回来认亲的 故事到此结束 志强的父亲曾经说过 夫妻之间一开始说爱 但是慢慢地将维持 最终还是落到互相迁就赏灭 我爱你一句话谁都会说 而我忍你 却是需要切切实实地去做的 家宝隐忍了志强几次的不忠后 常常患得患失 也不敢再交付真心 变得没有安全感 志强也因为自己的错误一直内疚 关系的不对等 变成了彼此在婚姻中 无法真正走到对方心里 从而走向分道扬镳 婚姻是一门很难的学问 用心地陪伴 彼此的扶持 不是单方面的妥协和付出 不是谁给谁扣上枷锁 谁为谁而改变 婚姻是人生这段旅程 陪你一起走下去最重要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